这是梅西职业生涯中最牛的一球 被称为巴萨历史最佳进球 当年西班牙国王杯半决赛 丑黑鹅大响 巴特罗纳坐镇诺堪普球场 对战赫达达费 上半场28分钟 梅西中线附近拿球 在对手的围追堵截之下 梅西12秒飘移55米 带球连过五神 最后一脚射门为巴萨栽进一球 确定了5比2的大胜结局 这一年20岁的梅西 完美复刻了马拉多纳 在86年世界杯上创造的世纪引球 两代阿根廷球王 在这一刻完成交接 梅西的传奇生涯就此拉开帷幕 但如果把时间拖回到2000年 你绝不会相信一个患有诸诸症的 13岁小男孩 会成为傲视群雄的诺堪普装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 Leo Messi 了解的朋友都知道 梅西进球之后 有一个标志性动作 这不是球场花手 而是梅西在纪念自己的外婆 外婆是第一个给梅西穿上球衣 并且发现了足球天赋的人 1987年出生的梅西 在阿根廷的一个很普通的家庭里长大 他排行老三 身材瘦弱 个子很矮 足球是他唯一的热爱 6岁那年 外婆带他去看比赛 场上有小队员学习 外婆懇求教练 让自己的孙子上场 那天 外婆心着梅西得头说 你会成为这世界上最好的球员 杭真不错在乎这句话 但小梅西深信不疑 崩起于蜻蜓之末 伟大的传奇 往往开始于平凡的土地 小梅西在球场上狂奔 用天赋惊艳了所有人 他先是加入了格兰多利的儿童组 七岁那年 被纽维尔斯俱乐部牵走 在那里梅西的足球天赋 被进一步放大 但好景不长 梅西十岁那天 他最爱的外婆去世 从此他把每一次进球 都当作给外婆的礼物 一年之后 梅西被诊断为生长激素缺乏症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诸如症 这种病不致命 但患者很难达到理想的成高 治疗方式只有一种 每天注射生长激素 很疼 而且很贵 每个月要花费1500美元 大大超过了梅西家庭能承受的范围 父亲豪尔赫 为了让儿子继续踢球 咬牙坚持了两年 回到了第三年 他也实在无能为力 我尽希望 纽维尔斯俱乐部能承担梅西治疗费用 俱乐部达人相信梅西的能力 可他们就是不愿意付钱 其他的俱乐部也是如此 但是不幸就是另一种幸运 如果当年有球队愿意支付这笔费用 梅西或许不会离开根廷 也不会有之后最精彩的21年 这可能是20世纪最伟大的签约 小小的餐巾纸 见证了一代球王的单身 2000年巴塞罗纳 十任技术总监雷克萨奇 看到了梅西的比赛日评 他只看了5分钟 对梅西彻底征服 这孩子身上有马拉多纳的影子 这年的梅西只有13岁 饱受生长激素缺乏症的困扰 雷克萨奇立马把梅西和父亲 叫来西班牙 他以自己的名义 在餐巾纸上代表巴萨 操约了一份合同 他承诺巴萨一定会欠下梅西 并承担他所有的指导费用 谁让让球迷们津津乐道的餐巾纸合约 垫定了巴萨之后 长达21年的汪汁纸 13岁的梅西远离家乡 成了巴萨少年队最小的孩子 每天注射升量激素的疼痛 让梅西更加孤独无处 但他从没停下过T恤的脚步 还成为青年队里的当家射手 并在0304赛季 正式进入巴萨一线队 更衣室里 从不缺少被受瞩目的明星队友 梅西的沉默 显得有些不合群 但很快 他就遇到了合拍的伙伴 小罗 2005年 17岁10个月 零7天的梅西 在西甲赛巴萨对人 阿尔瓦塞特的比赛中 替补埃托奥登场 在比赛第91分钟时 小罗珠公梅西 滴如直升一球 这是梅西在巴萨的 第一例竞球 他成了巴萨身上 最年轻的竞球 这就是一场比赛 这就是一场比赛 一场比赛 19岁的年轻 他得到一线队 但只得到一线队 他赢了10万人 巴萨尔瓦 在超级时间 他不太能复杂 这球过后 梅西跳上小罗的后背 振力恍惚 很多人用照相机 让这一幕永远金格 即便后来小罗离开巴萨 他跟梅西的友谊 也从未疏远 在这之后 世界足球场 就迎来了梅西的时代 他获奖无数 成为最受同步的球员神医 2012年 梅西靠打入91例进球 创造了世界第一次纪录 单个年度 进球最多的球员 这个记录 前无古人之后 估计很难被超越了 那些年 梅西带领着红蓝军团 在地域场上狂奔 他跟苏亚雷斯 内马而作成的MSN 被称为史上 最强风险三叉戟 梅西是数万球迷眼中的神 是诺堪普 当之无愧的王者 但谁没想到 梅西跟巴萨的离别 竟然如此匆忙 2021年 梅西与巴萨的合同捞期 每周被结束之后 双方全部结束合约 昨年8月8号 梅西在诺堪普 举行告别发布会 结束了自己 在巴萨的21年 当梅西勒萨发布会现场 让他说出 自己已经做了该做的一切 是无法继续留在巴萨的时候 多少人想起了 梅西年轻时 说的那句话 就有多少人记得 当年梅西在踢入支撑球的时候 在赛场让清闻对挥那一幕 他说的没错 该做的 他都做了 梅西甚至愿意刺向心50% 都没能与巴萨 或是同源 在眼泪和一生生 真正之中 梅西强迫自己 接受了密遇的安排 再留给诺堪普的眼泪 洗尽了21年的青春岁月 巴萨成全了梅西的横空出世 梅西帮给巴萨 世界之天的春风得意 就像那句话说的一样 没人能归回21年的青春 也没有人能够重演梅西的21年 诺堪普的晚风 还是吹走了潘塔斯的穹影 之后 已经34岁的失业球王梅西 被财打起诉的巴黎生日二半 足足的捕捉了 他没有选择在巴萨的10号球季 而选择了30号 没人能说清楚巴萨是对是错 但如果真的要说 只希望梅西一直向前走 永远没回头 这是梅西离大力神杯最近的一次 只是他目前职业生涯中 唯一的一次遗憾 从来生在2014年 已经参加过两次世界杯的梅西 但俩根廷从小鼠赛 一路刷进决赛 最后对手 是连续三届大户决赛圈的 德国国战车 那场90分钟的比赛 刺杀激烈 双方互不相让 谁都没有敲开对手那门 于是 时间来到了加持赛 赛场上的每一秒 梅西来说都是一种煎熬 他知道这场比赛意味着什么 这下根廷在1986年 第二次度的世界杯之后 时隔28年 最重要的时刻 比赛结束前7分钟 所有人都在期待奇迹的降业 可惜 命运的天平 最终倒向德国队 一步擅长的起提随拉边挺人的独冠梦 当梅西宁望那座大力神碑时 没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多坎普之王 早就站在世界之间了 可潘帕斯的熊鹰 却没有飞出无尽的草原 现在的梅西35岁 今年是他最后一次 三下世界杯 投缘开友的荣誉 他一个都没落下 七斤要是 绝代无双 我有那座大力神碑 是他想碰起的最后梦想 期待跟马斯雄鹰 好想开机 期待美西最终远吗 明镜视频就到这儿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 别忘了收藏点赞支持一下 欢迎收看订阅我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下期再见